五湖十六国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如何去了解 看待指的是我们需要将它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结合当时的天下大事 以一种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 了解指的是我们需要把这段混乱的大分裂时期 以一种非常直观且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它彻底搞明白 当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看待方式和一个直观的了解方式 这135年的大乱世就简单了 先说看待 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到汉武帝独尊如数 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 到西境一统天下时已经沿用了500多年 这一套已经老化了 人们都看明白也玩明白了 天子并非遥不可及 只要有机会我也可以是天的儿子 所以一堆司马王才会跟神经病死的疯狂内斗 而仕途也被世家垄断了 没人愿意奋斗了 整个国家集体躺平了 所以中华文明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也许只有全新的制度 全新的文化 乃至全新的中华民族 才能让文明突破瓶颈 迎来更长久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再看当时的天下大事 巴王之乱将整个晋王朝的国力 基本消耗殆尽 而之前内附的胡人发现机会 也纷纷开始逐路重远 争夺制高权力的宝座 而胡人内附这个问题是长久积累的 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匈奴内陷 光武帝时期的男匈奴内附和枪人内附等等等等 而这些内陷的胡人和汉人杂局 不断的繁衍不断的汉华 已经逐渐融入华夏 人家也算是有身份证的经朝人王 所以五湖乱华和外来的蛮族入侵 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理解成是一个 全新的多民族的超级乱世 华夏文明的确迎来了空前的危机和挑战 各民族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制度和文化该怎么重建 三百多年的大风力要怎样融合 每一个都是致命难题 幸运的是 我们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如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彻底消亡 而是经过三百多年的沉淀之后 在绝境中浴火重生 迎来极具开放与兼容特色的盛世大唐 而五湖十六国便是华夏大帝重新大洗牌后 不断融合与分裂的一段非常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艰难指的是华夏民族的融合之路 痛苦指的是天下百姓的站稳之苦 所以站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 客观的来看这段历史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看待方式 其次来说了解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架 然后再去感受乱世的精彩 就能轻松很多 首先五湖十六国 是指匈奴先卑 节低将这五湖建立的十六个国家 五粮四烟三勤两兆一成一下 不用紧 我们只需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前兆留从灭西境 后兆是乐统一北方 这是第一阶段 后兆灭完后再次分裂 到前秦福建一同北方 这是第二阶段 肥水一战翻车后 前秦四分五列 到北魏拓跋套又一次统一北方 这是第三阶段 记住这条主线即可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五湖都是怎么来的 首先老朋友匈奴 秦默汉处有一位叫墨独的禅于统一了草原 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至此匈奴变成为了华夏民族的土耗大帝 面对强大的匈奴 汉朝初期只能靠和亲和宋利来解决问题 直到汉武帝刘彻的出现 将匈奴彻底打奔 从此攻守一心 其中魂炎王带领四万部中投了汉朝 被安置到了西北的沿边武郡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部落叫图戈 灭掉西境的就是他们的后裔 我们称之为图戈流士 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 匈奴分裂为南北 北匈奴在自然灾害和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被迫吸钱 而南匈奴则被安置到了河道地区 到了汉末 图个匈奴反叛 和东汉内附的南匈奴整一块去了 主要集中在山西的焚水流域 后来被曹操分为五部 编入草卫政权 再来看鲜卑 以前的鲜卑和乌环是一甲 叫东湖 被莫独禅于一战打崩 一部分逃到了鲜卑山 一部分逃到了乌环山 于是便以山为名 鲜卑山的这个部落叫鲜卑 乌环山的这个部落叫乌环 由于匈奴帝国的存在 这俩部落一直是小角色 直到北匈奴被班超斗县 加上草原各部落合力打崩后 取代北匈奴草原霸主地位的 便是悄然崛起的鲜卑 鲜卑后来也出了个猛人 叫谭世怀 基本上统治了草原 随后将鲜卑分为西中东三部 不过随着谭世怀一死 这鲜卑联盟就瓦解了 各部开始独立发展 到了西境 起伏先被突发先被盘踞西部 拓拔先被盘踞中部 宇文先被断世先被 慕容先被盘踞东部 我们再来看杰 杰是匈奴的一个别部 西域那边的杂虎 号称胡人中的胡人 妥妥的社会最底层 再看D 曹操当年在汉中搞大移民 从武都迁到关中和隆西的那拨人 就是D人 最后说枪 比匈奴还说 商周时就和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汉给匈奴当小弟 把我们的张谦同志都献给匈奴了 东汉的枪乱更是连绵不绝 几乎是从头乱到尾 了解陆胡之后 咱们就该正式踏上 十六国的乱世之路了 而故事的开始 要从一位完全被汉化的匈奴人说起 刘元 刘元这孩子打小孩学习 还是文武双全的那种 年少时在洛阳当过世子 表现特别棒 不过毕竟是匈奴人 总是被地方 没啥建功利业的机会 后来回去管理匈奴 得到匈奴人的一致好评 逐渐有了当领袖的资本 等到霸王之乱开打 成都王司马尹为了拉拢匈奴 便把刘元弄到叶城当了管 而没多久 他就以回去搬救兵的理由溜浪 回到部落边被尊为大产业 以离石为根据地 集结了万兵马骑兵 准备进入这场震动天下的大乱局 不过当刘元命人去支援司马尹时 底下的将领们开圈了 司马家自相残杀 这是上天要抛弃他们把天下交给咱 您得和呼喊爷一样玩个大胆 刘元表示呼什么眼 咱要溢立于高山之殿 怎么能当小土堆呢 大禹是西戎 文王是东夷 当皇帝他讲究的是一个德 咱现在有十万人马 每一个都能打十个精兵 灭掉清朝跟玩儿养 所以咱上能成就高祖霸业 下能像曹操一样独霸中原 不过话虽如此 汉人未必能和咱一行 但有办法 我可是汉王朝的亲切 咱就以汉为国号建国 把蜀汉后主刘善当祖宗 移收来明星 果然效果特别棒 瞬间就有数万人前来偷奔 由于八王之乱打得热火朝天 这匈奴汉国基本处于放羊状态 除了宾州司马腾过来打打 基本也没啥对手 不过两年后 司马腾被调到了叶城 而新派过来读宾州的这个人 叫刘坤 刘坤接手的宾州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惨 盗匪横行 白骨鞭言 不光如此 司马腾走的时候 军队和政府也打暴走了 只留下不到两万户的灾命 刘坤走到上党时 看到遍地都是盗匪 过不去了 只能在当地招兵买马 然后一路打到金阳 到达后 立马开始了重建工作 至此 匈奴汉国北边的路 就被封死了 因为刘坤你根本打不掉 刘坤只能将目光盯向洛阳 不过当洛阳攻破时 刘坤的坟头槽也长高了 他的儿子刘聪 帮他完成了梦想 攻克洛阳的这一年 是永家五年 西晋王朝名存始亡 而接下来北方舞台的主角 也并非是刘从 而是石乐 我们十六国第一阶段的核心人物 随着我们再次把时间往后倒退六年 回到刘渊称王的第二年 还是宾州司马腾 由于缺粮 司马腾开始大肆抓捕湖人 然后迈到山东当努力 这石乐就被抓住迈了 他的主人施欢看他挺特别 便让他恢复的自由 在这段时间 石乐和旁边马场的首领 吉桑成了好朋友 俩儿兴趣相同 于是拉了一群人当了强盗 在得知司马颖的旧部 龚师藩起兵后 俩儿就去入了火 不过没多久便被打奔了 龚师藩也被眼周刺使狗熙给砍了 吉桑逃回马场后 继续集结人马 然后以石乐为贤奋 搭起了夜城 由于司马腾太口门 士兵们不给他卖命 所以夜城被轻松攻破 司马腾被追砍而死 司马越急忙派狗熙来平乱 狗熙大败吉桑 成功收服夜城 被击败的吉桑和石乐一商量 决定投奔刘院 结果在途中遭到结局 俩儿被打散 吉桑没多久被司马腾的旧部灭了 而石乐投奔刘院 成为其手下的得力干将 先是吃生前去兵了乌环的2000多人 随后和刘聪攻克胡冠 接着奋命去扫荡魏郡等地 各地乌宝纷纷投降 石乐挑出五万人编入大军继续向北扫荡 接连攻克聚路长山 这个时候 他的步众已经多达十万 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智囊团 为首的名叫张斌 张斌自比张良 对石乐也是一见钟情 而在石乐接下来的争战中 也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石乐在河北如此嚣张 有一个人坐不住了 都幽州的王骏 命大将齐红和自己的鲜卑女婿拉着十万鲜卑铁技 攻打石乐 战斗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装备了马登的鲜卑铁技 当今天下的最强战斗力 石乐根本打不过 死了一万多人 被迫撤到黎阳 这北边的王骏是得不起了 只能向南发展 所以石乐大军如同蝗虫一样 徐州 豫州 眼州一路扫荡 部队越打越多 刘聪登记后 命石乐率兵和大军共克洛阳 由于战略目标是让洛阳成为孤城 所以石乐的方式依然是秋风扫落叶般的大扫党 接连攻克南洋襄阳 来年又攻克江夏 随后掉头往回打 接连攻克南敦许昌 还在宁平城追到了司马岳的宋令兵团 将禁帝国十多万人全部图免 随后将司马家的仲亲王又图了一波 然后赶往洛阳 此时的洛阳城已经被刘耀等人攻克 石乐也不贪攻 率军退回许昌 随后向东进军攻克洋下 紧接着兵封直指门城 目标 狗熙 由于近怀的司马赤被俘 狗熙将逃出洛阳的司马端立为皇太子 一群人来到了门城 狗熙独乱大权 不过这位威政华北的狗熙 剥落了 娇奢营益尽情享乐了 还极其残暴 仿佛忘了身处随时都可能避命的乱世之中 曾经被他击败的石乐 现在就打过来了 轻松击破门城 活捉狗熙 没多久 狗熙打算叛逃 被石乐斩杀 下一个对手 王弥 在得知石乐活捉狗熙时 王弥就写信说 大哥你竟能把狗熙活捉当手下 厉害啊 如果他做你的左手 我做你的右手 平定天下 是轻轻松松 不过王弥嘴上是这么说 实际上却打算联合青州的曹怡 合力干掉石乐 此时送信的人已经上路了 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份信被石乐的人给截获了 消息暴露了 而王弥却浑然不知 所以在他和变民首领 刘瑞交战时 还想着喊石乐帮忙 这个时候张斌就说了 咱接近他的机会来了 于是石乐派兵志愿 将刘瑞斩杀 王弥开心坏了 我石哥真够意思 不过随后便收到石乐的邀请 过来喝酒 人家刚帮了你 你王弥能不去吗 得去 酒喝得是挺开心 但还没尽兴 头没了 石乐在饭桌上将王弥斩杀 随后兵了他的部队 不过名义上都是汉国的人 和人家领导讲一事 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上述刘瑞说 王弥有罪 我把他办了 刘瑞大怒 感情你石乐就没把我这个皇帝当回事 但怒归怒 刘瑞没辙 这石乐如今已经动不了了 只能安抚 于是将其提拔为镇东大将军 督幽州兵州驻军使 兵州有刘坤 幽州有王军 这刘聪倒是挺会玩 然而石乐并没理这茬 扭头向南发站去了 大军在葛碑扎营 然后开始建造船队 下一个目标 江东 而石乐也将在葛碑这个地方 彻底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提起开国皇帝谁的难度高 出身低 常常是人们很爱讨论的一个话题 比如刘邦 草根出身建立大汉 比如刘备 卖过草鞋建立蜀汉 比如朱元璋 开局一个碗建立大明 但这些人和后赵皇帝石乐比起来 出身算是可以的了 杰人石乐 是胡人中的胡人 被人抓住当奴隶卖的那种 然而就这么一位出身极其卑微的胡人 在乱世之中一路披荆斩棘 建立后赵 统一北方 如此工业堪争专起 不过如同巡逆之于曹操 诸葛亮之于刘备 石乐的身边也有一位决定他命运的人 张斌 没有他也就没有后来的石乐 在石乐灭掉王民之后来到了葛碑 在即将攻打寿春时 张斌就帮他做了人生规划 而这一切也和一场连下三月的大雨有关 由于大雨一直不停 石乐大军要顶不住了 梁也没了 军中还爆发了瘟疫 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死亡 更关键的是 人江东的禁军要主动来打你了 石乐立马召集中将开会 有人建议假装向晋朝投降 等禁军退了再说 有人建议把大营迁到高处躲避水换 也有人建议出兵攻打 石乐也偏向于主动出击 但还是问了一下没出事的张斌该咋办 张斌表示 领导您破人都城捉人皇帝 杀人大臣抢人王妃 您就是把自己的头发一根根数完 也没你对人家犯的最多 所以别想着给人当成数 去年你弄死亡民之后就不该过来 现在连绵不断的大雨 就是上天在告诉你赶紧走 夜城城池坚固 咱就以他为根据地经营河北 只要将河北平定 天下谁还能和你斗 石乐听得头皮发麻 卷起衣袖照着桌子一巴掌说道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 你们这帮劝我投降的就该拉出去砍了 对于石乐而言 张斌的这番话可以说彻底给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前不就打算拉拢他的刘坤就说了 将军你所向无敌百战百神真牛 不过打来打去连点自己的地儿都没有 原因就是你跟错人了 真不如来进朝当大官 石乐没答应 回复道 成就大业的途径有很多种 你好好效忠你的国家 我是胡人没法跟你混 不过这大业要怎么成呢 张斌的建议就是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刘坤未表诚意 把石乐他娘王女士还有侄子石虎送了过来 堪称千里送魔鬼 他这侄子比魔鬼恐怖多了 石乐撤退 养功受春的就是石虎 此时的石虎还比较嫩 被人家一顿打 还把禁军的大部队赢了过来 石乐只能轻率疲惫不堪的大军 严正一代 还好禁军没打过来 不过这一路向北也并不容易 因为请不得了 乱世之中 人们都藏于乌宝之中 还兼必亲眼 即便攻克也没多少收获 所以石乐军中只能人相识 先是受伤的被端了 接着是身体不好的被阻拉 一路磕磕绊绊来到叶城 结果叶城已经有阻拉 是刘坤的侄子刘衍 人家坐拥三台之险 石乐想要强攻肯定难度不小 所以张兵就说了 刘衍这儿可以暂时搁置 让他自行崩溃 王军和刘补才是大敌 得优先消灭他们 邯郸乡国这都是好地方 西靠首都平阳 北可都幽州并州 你挑一个 石乐对张兵是严听计从 立马率军进驻乡国 严走着手下败将又回到河北 王军当然要打他 立马命王朝 率断式仙卑的各位猛将 拉着五万仙卑突击 浩浩荡荡来到乡国 石乐派兵迎击直接被打退 僵士们有点慌 石乐立马召集中将开会说 这城防没弄完 粮食也不多 人也没有对面都还没援军 我打算把所有兵马放到战场 同他们决一死战 你们谁有意见 众人都表示还是坚守比较稳妥 此时张兵说话了 鲜卑部落中段式鲜卑最猛 而段式鲜卑最能打的是段墨卑这一步 如今他们从辽西赶来已经疲惫 而且也没把咱当回事 肯定亲敌 咱就不出战故意认怂 然后暗中在北城造二十多个突门 等敌军攻城 正行还没稳住时 来个突然袭击 怼着段墨卑打 他一败 鲜卑各部自然瓦解 石乐同意 这方案听着唬人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不过也确实没其他招了 只能打着看 没多久 鲜卑大军兵临城下 石乐在城上观望 瞅准机会 下令攻击 二十多个突门瞬间打开 一群群截护其兵 直冲段墨卑打印 喊声震天动地 城上也开始雷鼓诸位 声势非常好打 不过作为天下兵王中的精锐 人段墨卑根本没被下招 立马下令引敌 石乐的截狐兵根本打 管只能撤退 而段墨卑下令追击 一路砍杀 无人能打 越杀越过瘾 根本停不下来 然而不知不觉杀人主成一马 松塔了 段墨卑被活住 城外的士兵蒙圈了 啥情况 老大咋冲进去了 没来得及反应 被他们追杀的截狐兵掉头反击了 一脸蒙圈的鲜卑疯狂溃败 尸体堆积三十余里 石乐大事 接下来就该处理段墨卑了 部将们的建议是砍了 石乐说道 段氏鲜卑和咱又没仇 他们是受王军的指示 没必要接仇 不如放他回去领个人情 让他们不听命于王军就好 于是命石虎去和鲜卑首领 断继路卷门士 结为一心兄弟 随后宴请 段墨卑为他送行 本以为必死无疑的段墨卑开心坏了 立马认石乐当干爹 俩人发誓 情同父子 段墨卑这跌刃的绝对走行 在回辽西的路上 每天朝南对着石乐三连 拜 这下王军对石乐是彻底没轴了 信都夜城被接连攻克 其余各地也被各种骚倒 王军派齐鸿来侦涛 也被直接斩杀 只能眼巴巴瞅着石乐越做越大 不过没多久 王军便收到大量的金银财宝 还有一份信 石乐送来的 信中说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胡人 乱世之中流离失所 没办法再滔滔几州 只是为了活命 如今金国没落 中原没了主人 殿下您身旺之高豪杰 无不崇拜 有资格当帝王的 当今天下除了你 还有谁 我这拼命征战位的是啥 是给您扫清障碍 赶紧登记 我拾了挺你 绝对把你当天地父母一样 如果您能洞察我的一片中心 您绝对会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 王军开心坏了 早就想趁地了 和史杰一番互捧之后 认真了 怕他怀疑 石乐还买动他的宠臣 又演戏给王军的史杰看 还赶上王军的部将投靠 石乐直接斩杀使者表忠心 拼一系列操作下来 王军深信不疑 此刻石乐只需集结大军 以尊气为地的口号 前往幽州 就能轻松灭了王军 所以没多久 石乐大军便悄悄上路了 在抵达一水时 王军才接到报告 将领们表示 蛮夷贪婪不讲信用 咱得出击啊 王军大怒 石工是来拥戴我的 你们想干嘛 谁在挑拨离剑 斩 于是立马下令 大表演习 几天后 石乐抵达继城 害怕有伏兵 于是将数千牛羊驱入城内 来堵塞街道 防止王军集结兵马 这下王军觉得不对劲了 不知道该咋办了 王军的将领们 立马准备抵抗 结果被王军阻止 然而没多久 石乐已经站到他跟前了 下令抓起来 王军这下急眼了 大骂 胡奴 你竟敢戏怒老子 还这么狠 石乐回答 你高居百官之上 手握重兵一眼 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 不但不救 还要自己当皇帝 你狠不狠 而且你信任贪官 残害百姓 滥杀忠良 荼毒忧众 你有没有罪 说完后 命人将王军押回香果 再揭示战手 脑袋被送到平阳 此时最震惊的 当属刘坤 因为被胡人包围了 如果石乐打来 此刻的刘坤肯定扛不住 因为就在两年前 刘坤这边被打出了惊影 由于他酷爱音乐 于是特别宠幸一位名叫徐润的人 因为此人擅长音乐 刘坤还让他当了静阳县长 不过音乐玩得好 不代表县长能当好 何况这大哥人品还堪忧 可以说是各种互来 这刘坤的护军林胡胜就认不了了 来告状了 刘坤没理 而当徐润反告林胡胜时 刘坤二话不说就把人砍了 这就有点过了 林胡胜的儿子林胡尼就受不了了 立马投奔匈奴汉国 将刘坤的所有情报全盘拖出 刘聪立马派兵攻打刘坤 静阳城坡 即便在结拜兄弟拓跋一炉的帮助下 夺回静阳 已经残破不堪的静阳城也没法待来 刘坤只能迁到杨曲 重新召集刘明 去拢残兵 所以当王骏被石乐攻灭的消息传过来 刘坤慌了 更让他郁闷的是 背后的大靠山拓跋仙卑也出事了 由于拓跋一炉偏爱自己的小儿子 于是和大儿子拓跋六修干了起来 爹和儿子对打没打过被弄死了 然后侄子又把儿子消灭了 拓跋仙卑内部是一团乱马 其中两位将领不想卷入派系之阵 于是拢了三万人 带着十万头牛羊来投奔刘坤 靠山虽然没了 但自己却壮大了 好像也能接受 而恰巧电城被石乐包围 乐平太守向刘坤求救 刘坤决定动用全部兵马见面石乐 然而人家石乐早就设好埋伏得你来了 刘坤派去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冰州镇孔 司空长使李红 献冰州而降 刘坤被迫逃往继城 投奔了断氏鲜卑的断辟地 至此黄河以北 基本全成了匈奴汉国的地盘 不过大部分都是人家石乐打下来的 所以这皇帝 你刘聪能做踏实吗 刘聪可不管那么多 就在上个月长远沦陷 这司马业被抓又能体验 一把别人无法体验的快感了 赶紧穿上奴仆的衣服来服侍我 于是司马业和他叔叔司马赤一样 也扮演起了端茶倒水的奴仆角色 这大臣们想哭但得奔住 不然皇帝就危险了 司马赤就是例子 结果半中间刘聪上厕所 司马业还得在厕所伺候人家 这就不能怪大臣们了 嚎啕大哭 刘聪一气之下将司马业堵死 杀人还诛心 刘聪这做法太过 可刘聪不会这么想 只要我开心 我管别人怎么想 赶紧去享乐吧 十四岁通行军事和百家之学 熟读孙无兵法的刘聪 当了皇帝后便堕落了 这些年基本都在这近司马家 疯狂享乐 各种纳非修宫殿 朝中的事也都交给儿子刘聪去打理 根本不知道他统治的国家 已经遥遥于坠了 在他弄死司马业后的第二年 自己也死亡 儿子刘聪继维 本来挺能干的一小伙 一当皇帝就沦陷了 立马冲进他爹的后宫再不出来了 他爹刘聪的老丈人 也是他的老丈人 尽准看到了机会 利用自己的女儿暗中挑拨刘聪 将朝中有威胁的大臣挨个桥调 然后自己拔了军权 接着发动政变 将刘聪杀掉 图个刘士不论老小 集体在劫师斩首 将刘渊刘聪的坟墓掘盖 割下脑袋 然后将宗帽烧掉 当天夜里十载 鬼大哭 神闻百里 将图个刘士灭族之后 净准自称汉国天王 设立文武百官 准备大赶一场 然而他并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一块 大肺肉 图个刘士并没被彻底断掉 刘渊的侄子刘耀 一直在长安助手 此时已经拉着人马向平阳赶来 抵达赤壁后 在忽延延等人的劝谏之下 就立即位 而东边的石乐 也率进兵五万抵达平阳 囤住香陵城北平院 先是坚守不出 随后率军攻打 由于之前静准和刘灿 设局弄死了皇太帝刘毅 还顺带把刘毅背后的 枪低首领给出了 所以跟着匈奴混的枪低部落 纷纷叛变 如今石乐一来 便投奔了石乐 眼看石类玄书 静准送了 派世中补太 向石乐求和 石乐立马将补太送给刘耀 本意是告诉刘耀 人家投的是我 你回去吧 结果刘耀把补太给策反了 补太回去 劝静准投刘耀 在静准纠结的时候 人家联合了几个人 把他砍了 他的堂弟静明当了领袖 带着传国六喜 降了刘耀 这石乐哪能忍 立马率军攻打 静明无力抵挡 拉着城中的一万五千人 投奔刘耀 送人头去了 兄弟忘了自己姓傻了 你堂兄把人刘耀母亲都砍了 人家会放过你吗 所以刘耀下令 姓静的 不论老小一个不留 而另一边的石乐 进入平阳下令放火 命人重修刘耀和刘聪的坟墓后 返回乡国 这刘耀和石乐也算是各有所得 刘耀拿了玉玺继承了皇位 石乐拿了人和地 壮大了实力 不过双方在民意上 是君臣关系 人石乐也给面 派使者来臣捷报 刘耀也给面 决定拜席为太宰 兼大将军 禁风赵王 不过使劫都出发了 刘耀却后悔了 因为底下人和他说了 石乐臣捷报是假 打探咱的虚实是真 等使劫回去 人家肯定就打过来了 刘耀立马下令把人追回 将石乐派来的使者 直接就砍了 你这就不能怪人石乐了 得到消息的石乐大怒道 他刘家的基业 都是我石乐打下来的 如今还没咋就想要弄死我 赵王赵帝 我想当啥就当啥 还需要他刘耀 至此 双方正式决裂 刘耀在公元319年4月 改国号为赵 石春前赵 同年11月 石乐见赵国 称赵王 史称后赵 双赵之针 即将拉开训 祖替和刘坤 年轻时就是好朋友 俩儿在四周当差时 常常睡一张床 有天晚上半夜鸡叫 祖替便把刘坤踹醒说 听见没 以后咱听到鸡叫 就起来练剑 刘坤表示没有问题 于是俩人便经常文机起舞 经过不懈的努力 俩儿都成了西晋的东梁之才 民族英雄 他俩前妻的经历还是很相似的 在八王之乱期间 属于是跑哪都会受到重用的人 然而后来的发展路线却截然不同 刘坤被司马月调到冰州 一待就是十年 西晋都没了 他依然还在 而司马月让祖替当锦英太守时 由于母亲去世要扶桑 就没去就任 后来永家之乱 祖替被迫南下 被司马瑞任命为君资祭九 住房进口 两年后 司马月的诏书传道将冬 让司马瑞率军汇时中原 司马瑞有点偷疼 我狗子就挺好干嘛喊我 不过直接拒绝吧 有点不合适 在他纠结该咋办的时候 祖替上说到 帝国的衰败不是君王没有道德 也不是人民叛变 而是为了争夺皇权 自相残杀 让蛮夷抓到了机会 如今活下来的百姓都想分歧自救 如果您让我这样的将领 率军出征恢复中原 各军豪杰必然纷纷相应 有人主动干活 司马瑞当然不会拒绝 任命祖替为奋威将军 监狱周刺史 给了一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 然后没了 军队武器自己想办法 祖替并没抱怨 二话不说 带着自己的百鱼布取杜江被上 到了江心 祖替敲着船桨对天发誓 如果不能肃清中原 就让我死在江上 杜江来到淮云之后 边开始打造兵器 招募士兵 准备妥当之后 边开始北伐中原 再不久的将来成为 石乐一生中最头疼的对手 而石乐和刘耀决裂后 双方也没有立马决战 因为手头的问题都不好解决 刘耀的关中还没平定 肯定没法向东打 而石乐也是四面接地 东北方向的段匹敌 青州的曹仪还有黄河以南的足踢 首先出局的是段匹敌 段氏仙兵在首领断记录卷去世后 分为两派 一派是石乐的干儿子段墨碑为首的亲石派 另一派是以段匹敌为首的亲近派 俩儿都想干掉对方当老大 不过最终还是段墨碑效告的最后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段匹敌把刘坤给杀了 刘坤被石乐打败后 受到段匹敌的邀请便前去投奔 俩儿的关系特别好 不过在给段记录卷奔丧时 段墨碑和段匹敌直接开战 段匹敌被击败 而陪他一块去的刘坤的儿子刘群也被抓了 没多久 段墨碑让刘群写信给刘坤 希望和他共同夹击段匹敌 成功后 幽州就归刘坤 结果这封信被段匹敌给借了 在部下的劝说下 将刘坤父子斩杀 这位坚守宾州十年的民族英雄 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刘坤的死 让段匹敌大使人邪 大量归附他的人离他而去 而没多久 段墨碑便打了过来 段匹敌被迫率军南车 投靠了冀州太守少旭 然而段墨碑并不打算放过你 追过来打了 愤怒之下的段匹敌 联合邵旭的部队开始反顾 一路又打回继承 而这个时候 石乐出手了 命石虎率军前往宴次攻打邵旭 邵旭出城迎战被石虎申请 执而继续坚守 而段匹敌也急忙率军来远 但手下士兵听说 邵旭被俯全跑了 面对石虎的围城大军 段蒙羊带着数百人奉力冲杀 护着哥哥段匹敌进入城内 牵手不出 石虎见无法破城边下令 且略百姓 城内的段蒙羊坐不住了 和段匹敌说 我已永贯三军闻名于世 所以百姓才敬重我 如今看到百姓被截略 我怎能不救 于是拉着数数人出城门战 冲入石虎大军 如入巫人之境 奋力散杀 杀到胯下之马 筋疲力尽 倒地不起 依然无人可挡 石虎虽然残暴 但也爱财 于是喊道 兄弟咱都是蛮夷 是一家人啊 别打了 段蒙羊怒马 你个强盗早该死了 我哥不听我的话 才让你活到今天 如今即便战死 也不会屈服 于是接着冲杀 铁帽折断换用短刀 从早晨战至下午 历劫后被俘 没多久 艳似守军投降 被俘虏的段匹敌 段文央少旭 由于对石乐态度强硬 没多久全被诛杀 东北的问题 解决了 青州的曹仪也送礼 希望求和 所以石乐接下来的对手 便是阻替 祖替经过数年的时间 将沿途的乌宝埃克收复 石乐派来进攻的部队 也全被祖替打了回去 这祖替是越打人越多 各地乌宝的百姓 全被他拧到了一起 关键石乐那边的人 也不断地偷奔祖替 这么下去可不得了 石乐打是打不掉 所以决定服软 派人到幽州 给祖替的父亲和祖先 修起了墓 然后写信说 这打来打去也不是个事 咱还是和平共处吧 不如双方开始互贸 祖替没理他 但默许了双方的相互贸易 毕竟能够收税 赢字多了之后 北伐成功的概率便更大 眼瞅着祖替越来越强大 江东的司马瑞先坐不住了 派过来一个顶头上司 来监督你了 祖替心寒了 而且又得到消息 朝中内部风争已经无法调解 迟早要爆发内乱 自己还怎么被罚 悲愤忧伤之下的祖替 终究是病倒了 极其不甘地离开人世 豫州百姓悲痛与决 纷纷为他立此进行祭拜 石乐最强大的对手 没了 而祖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 也被石乐轻松拿下 随后青州的曹仪也被石虎率军攻 可接下来该决战网 此刻刘耀也贫了观众 双方都已准备就绪 双赵之战正式开打 公元325年 先是后赵石森屯陆洛阳 开始不断截掠河南 刘耀派刘岳和护岩魔攻打石神 攻克孟金石两 斩获五千余人 将石森比赛禁用 而后赵石虎立马率兵四万千来救援 击败刘岳 随后又斩杀护岩魔 得到消息的刘耀 立马轻率大军攻打石虎 首战告解 然而深夜军中突然叶紧 士兵们疯狂窥逃 刘耀只能退手免迟 结果当晚又一次叶紧 这士兵们吓坏了 跑没了 刘耀只能返回长安 驻守时良的刘岳被俘虏 带走三千多人 其余九千人就地坑杀 石虎还顺带去宾州灭了叛将盲藤 坑杀七千多人 晋朝的四周刺史礼去 尹川太守郭默等人也纷纷逃往江南 至此 四周 玉州 徐州 衍州 全被后召收入囊中 三年后 后召再次出售 石虎率兵四万攻打河东 各线纷纷响应 接着攻打蒲板 刘耀立马率军迎战石虎 石虎有点慌 急忙下令撤退 然而愤怒的刘耀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 在高喉追上石虎双风开战 石虎大摆 尸体粘硬两百里 缴获自重不计其数 石虎跑道的昭哥 而刘耀打算一鼓作气 将巨手金庸城的石身拿下 刘耀将落水灌入金庸城 然后派兵攻打周边各军 行阳野王两军太守纷纷投降 湘国大争 石虎坐不住了 决定清真洛阳 但群臣纷纷劝阻 石虎大怒 将日前因为闹情绪被他囚禁的徐光请出来 问他该咋办 徐光说 刘耀打败石虎却没有趁势来捅咱老窝 反而却为金庸城 这操作和您就不是一个水平 您过去打他他指定送 平天下的机会来了 干他 石勒表示您说的对 于是命中将率本部兵马会是信仰 自己轻率四万大军开赴洛阳 半路还和徐光说 这刘耀如果派大军把守成高官 那就是上策 如果沿洛水布阵构筑营战 那就是中策 如果坐手洛阳必然被我豁住 结果来到陈高没有守军 石勒大喜过往下令全军卷起铠甲 麻醉含着树枝 简小动静走小路悄悄过去 此刻的刘耀还在一心攻打金庸城 等石勒渡过黄河才得到消息 但此时布方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放弃攻城 在洛水西岸构筑阵地南北联营十余里 石勒到来之后开心坏了 和身边的人说你们可以祝贺我了 然后进入洛阳城 没过多久双方便展开决战 石虎率三万人从洛阳城北向西攻打 石勘石从各率八千人从洛阳城西向北攻打 石勒率大军从昌河门出兵夹攻 双方在洛阳城西明门开战 面对石勒的三路进攻 刘耀根本不慌 树斗酒下肚便要做马杀敌 不过平时骑的大战马马腿出尽了 刘耀只能换小马出战 但刘耀身高九尺比姚明还高 这小马有点受不了 刘耀可不管那么多 侧马直冲敌着 结果在西明门被人家突击了 而巧的是刘耀的酒劲上来了 在马背上快睡着了 你这比最佳都恐怖 这小马没人控制 只能慌忙后退 结果马蹄子踩十分里了 关键这刘耀太重 这马根本顶不住贵了 刘耀摔下马背 被敌军一顿乱捅 身中刀枪十多处 三处被直接捅穿 随后被试看活着 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喝酒 别开车 此时后召大军已经杀分 坚敌五万余人 石勒下令停止追杀 战斗才宣告结束 石勒率军开轩 抵达乡国后 石勒让刘耀写信给他儿子放弃抵抗 结果刘耀和他儿子说 你只管抵抗 不用管我 看到信后的石勒将刘耀杀死 第二年 石虎率军攻入关中将图个流失的残余势力 全部剿灭 存在了26年的前兆 正是灭亡 公元330年石勒称帝 随后梁州张俊向石勒称臣 至此除了辽西辽东 石勒统一北方 26年前 一个被司马腾贩卖到山东的奴隶 如今却成了统一北方的皇帝 如此工业堪称传奇 石勒自己也很开心 在一次宴会上就问徐光 你觉得这能和哪一位开国君主比 徐光立马回答 你比刘邦曹操那肯定是强不少 但如果和上国的轩辕皇帝比起来嘛 差那么一丢丢 如此响亮的马匹拍的石勒 那叫一个开心 但还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于是说到 人都有自知之明 爱情你说的有点过了 正如果遇到刘邦 肯定和韩信彭月一样为他消灭 如果遇到刘秀 就会和他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反正大丈夫形势光明磊落 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种欺负人家 孤儿寡妇得了天下的 就别拿来合成比了 正的工业也就在二流之间 哪能和轩辕皇帝比见 群臣听到后 集体拜道 高呼万岁 石勒对自己的评价合理吗 其实还算合理 虽然不能和柳秀比 但作为一个底层的胡人 如此工业 在开国之军里面绝对排得上好 乱世的机遇也好 个人的能力也罢 总之混乱不堪的北方 被这位截人给整合到了一起 然而各族同聚的北方面临的种种问题 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乐能够解决的 各民族的完美融合 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 终究是一个无比艰难 且极其痛苦的漫长历程 更多的乱世引好 更多的腥风血雨 才能将重重迷雾彻底拨开 才能让中华文明彻底迎来 脱胎换骨的全新时代 五湖十六国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第二阶段便是后召到前秦 十六国的超级远人将纷纷登场 不过我们下一期先掌东晋 毕竟石勒还没死 东晋的第三个皇帝都快被欺负死了 释迦大族要站在皇帝头上拉拔拔了 东晋的蒙伐政治要上瘾了